8月15日,中国民运航空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近期香港机场运行情况及香港国大航空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近期,受非法集会的影响,香港机场一度瘫痪,民航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为保障旅客出行,民航局已经做出相应的部署安排。 8月9日,针对香港国大航空近期在多起事件中暴露出的安全风险及隐患,民航局向香港国大航空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明确提出三点要求。 要求中提到,自2019年8月11日零时起,向其在内地的运行合格审定机构,报送所有飞往内地和飞越内地领空的机组人员身份信息,未经审核通过,不予接收该航班。 对于目前的执行情况,顾小红也做了通报。 从目前情况看,香港国大航空按时暴露出了飞往内地和飞越内地领空的机组人员身份信息,经审核目前暴露出的机组人员身份信息,符合进行要求。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民航局还介绍了7月份航班运行情况和日前登陆的台风立起码带来的影响。 据统计,7月份全国航班正常率为72.42%,同比提高0.51个百分点。 7月份因雷雨天气导致延误的航班占全部延误航班的56.47%,同比基本持平。 那么今年第九号台风立起码于8月10日凌晨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后也对民航运行造成较大的影响。 据统计,8月9日至12日,全国民航共取消航班5500余班。 民航各单位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周密部署,妥善应对,强化日班职守,动态调整,航班计划,做好旅客服务,确保了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的安全平稳。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